我们在许多地方 看到佛像 特别是彩画的佛像 佛像在头部都有一个圆光 圆是圆满 光是比较智慧 智慧里面就包含着佛德了 我们赞叹佛 归一佛二祖尊 这个二就是智慧佛德 究竟圆满 光代表这个意思 彩画了光的上面 我们往往看到有三个字 这三个字最常见的 有梵文显的 也有中文显的 在中国大陆上 也看到有藏文显的 它的念发是 嗡 阿 嗡 这三个字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十善也道 嗡 是身三善 阿 是口四善 哄 是意三善 由此刻止 十善也道 从出发心 一直到如来地 究竟圆满 然后我们就恍然大悟 佛教我们什么 就是教我们这个事情 我们学佛 怎么个学法呢 也就是学着十善事情 在佛门里面 大臣小臣 国位有许许多多的差别 差别从哪里来的 你修学十善 程度上不同 而分别出来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